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投資伯恩基因,講話助理理財的契機,我是Linda 好,觀眾朋友們,我們知道最近外資頻頻把台股當成提款,記載提款 所以我們的全王台積電,金融二根聯電,以及IC設計龍頭聯發科 股價也一直在破底耶,到底要跌到什麼時候呢? 還是說,現在我們可以已經進場抄底了嗎? 好的,今天首先來歡迎蕭光哲老師,老師好 Linda好,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就像我剛剛講的這三檔全值股呢 股價最近近期跌跌不休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可以進場抄底了嗎?跌夠了嗎? 還是說現在先不要碰呢? 以今天來看,聯發科跟聯電都有利多 所以今天有一個比較大幅的一個上漲 這個上漲,我個人的看法它是一個反彈 如果說台股要見底,你要等整個量價結構出現改變 但以最近來看,下跌都是比較大量 上漲都是比較小量 所以到目前來看,台股還沒有見底現象 好,那麼到底台股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見底呢?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瞭解 好,老師就像你說的 台股都現在都還沒有見底的一個跡象 請問是為什麼? 其實這個股市它就是一個多空循環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股市的方向先搞清楚 到底現在台股是多頭還是空頭 最近你從形態上來看,這個低點不斷的在創低 那整體的成交量它持續的在做萎縮 所以就架構上它已經明確走進到了空方的一個趨勢 那既然是空方的趨勢,我是建議大家 你就不用去找底 你要的是找一個反彈的壓力位 因為在空方趨勢之下 所謂的支撐 它是每一個支撐都會跌破 那唯一的就是反彈的時候 它壓力過不去 所以以現在操作上 我們就是在操作 你就一直去尋求上方的到底壓力阻力在哪裡 來到壓力阻力應該是要做解碼 而不是去看這個低點 前部的低點會不會有撐 上一次的低點會不會有撐 那你就看到那個低點是一直在往下破啊 好這個走勢就是一個空方趨勢 好那整個股市的多空循環就是 當多頭結束的時候 它最先會出現的就是 多頭行情一定會有泡沫操漲的現象 好這個泡沫操漲當多頭結束 它這個泡沫操漲它會還原 所以台股來看 現在還是一個泡沫操漲的還原 它還沒有進入到一個經濟狀況轉差 開始進入到一個主要的一個空方趨勢 其實它還沒有形成 所以我想就是說 以現在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營收啦 不管是法縮會啦 不管是這個財報都很好 因為它我們還沒有接觸到 這個數據的一個反轉 所以這個階段可能大家會覺得 每次這個財報都這麼好啊 營收都這麼好啊 法縮都這麼好啊 為什麼股價一直在跌 因為現在的跌 它是把過去多頭超漲的泡沫現象 帶作還原的階段 好老師除了你講這個泡沫階段 我們就講就像你說的 其實呢台股的基本面很好 但是呢 現在以這個最兇的 跌得最兇的這個半導體來看 是不是已經透露出 景氣有可能下滑的斷寧呢 對我們今天主要看的是半導體嘛 好那你這樣如果說你想要去 抄這個台積電聯電的底 抄聯發科的底 你要去想的是 半導體在後續下半年 有沒有可能轉正 開始往上去做成長 那現在看不到任何這樣的跡象 所以代表後續的趨勢它不會好轉 既然不會好轉 你幹嘛去抄它的底 好那一個很明顯就是 整個半導體產業的趨勢 這個反轉跡象很明顯 整個下游的庫存已經墊高了 而且這個都是一個相當高的水位 那因為物價的上漲通膨的壓力 造成包括美國歐洲這個消費需求 都大幅的往下掉 這也不止啊 像中國的這個手機的一個銷售量 大幅的再往下掉了嘛 那這個就是造成我們看一下 在美國半導體指數的一個狀況 廢城半導體指數我們翻下一頁 好如果說以日線來看 廢城半導體指數 它持續的再往下掉 那也就代表它的空方趨勢形成 但大家會覺得 從高檔到現在已經跌了三成了 那可不可以去抄底 如果說趨勢已經形成之下 我是就是建議大家不要去抄底 你看它的一個走勢 就前波的高點 你上去就上不去嘛 反彈到前波的一個這個低點 好這個壓力位它又上不去 那既然壓力都沒有辦法突破 它就持續往下掉 你就不用去預測 它到底會跌到哪裡 這個是日線來講 但如果說 你從這個比較大的格局來看 雖然這個小幅 這個比較小的格局 它跌了三成 你會認為跌很重 那大格局來看 它剛剛完成頭部 那既然完成頭部呢 這個階段跟台股一樣 它是在過去多投資中 超漲的泡沫 它在形成還原 那接下來如果你開始收到的訊息 台積電的營收開始往下掉了 聯邦哥的營收開始往下掉了 這個聯電的營收 獲利開始往下掉 那個時候可能就是頭部 這個超漲還原之後 它開始反映 基本面開始反轉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是認為啦 這些股票都還沒有跌到底 你不要去做抄底 是那老師你認為哦 這個費半竟然轉空了 那請問它修正的模式會呈現一個什麼樣子 有沒有什麼例子可以舉例 我們帶一些例子 就是說 當股是多頭結束 個股的一個多頭走勢結束之後 它反轉會有什麼樣的節奏 我們用大家比較 全值比較重啦 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股票 像之前的大力光股 我們看一下這次的周縣 當它一波的多頭 最後那一段的所謂的超漲泡沫 當這個泡沫還原之後 它怎麼樣 它股價是直接腰斬 就是把那個泡沫的狀態 它在多頭結束之後 它要還原 還原之後呢 它開始進入整理 那整理過後 就要去看它基本面的狀況 因為當它腰斬的時候 你看不到大力光有任何利空 它已經說沒有往下掉 獲利也沒有往下掉 那經過了這個大概半年 半年到一年的整理之後呢 你慢慢看到什麼 看到它的營收大幅往下掉 獲利大幅往下掉 所以它就 接下來就是反映它基本面的一個走勢 腰斬之後呢 再繼續腰斬 就是這樣的一個節奏 可是老師之前大力光歷史高點是6075 它現在已經來到1600了 你覺得它還會再繼續跌嗎 如果趨勢沒有反轉之前 它的整個產業的景氣狀況沒有反轉之前 它還是會跌 因為趨勢還在 我們看不到它有落敵的現象 是 那老師我們再來看到航海王之一的萬海 大家都期望呢 這個解封之後呢 可能運價值是會再漲一波 那請問萬海 也符合你所謂的多頭泡沫的修正嗎 對 我們看它 它在去年一波的大漲之後 第一次的這個泡沫還原 是不是直接腰斬 從最高點到最低點就是大概超過了腰斬 那腰斬過後呢 經過了半年的整理對不對 有沒有漲上去沒有漲上去沒有 所以現在它要往下掉 它可能再反映它基本面後面要轉差 我們知道在貨櫃的運價在最近三個月 它已經從高峰一直往下落 再加上現在的物價的高漲 這個消費需求的減弱 其實貨櫃行運的需求再往下掉 如果沒有往下掉 為什麼運價會已經超過三個月 將近四個月的一直往下滑 所以如果接下來 大家對於這個 因為消費需求降下來了 貨櫃的一個需求往下掉了 它的運價在持續往下落的話 它在後續如果基本面轉空的狀況明朗了 它還是會再往下掉 所以老師長榮陽明也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好老師那我們看到半導體三巨頭 台積電 聯電跟聯發科 老師請問台積電會怎麼修正呢 台積電現在空泛區是已經很明顯 然後我們就看它之前的密集的大量區 那個大量區就是藍色的框化起來 那個階段大概就在這裡 所以它只要有反彈到接近這個大量區 它就是一個壓力 你有的你就要去賣 沒有的你這裡 你也不要去搶反彈 因為搶反彈 我認為空間也不大 搶反彈也沒有意義 什麼時候會反彈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確定 就是當它反彈來到那個大量的位置 它一定就是一個賣點 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在多頭的一個結構之下 那個大量區它是不會跌破的 那既然跌破了就代表它不是多頭 那不是多頭它是空頭嘛 那空頭你就把握它反彈到接近這個空方的壓力 它就是一個賣點 大概是620的位置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你在這裡覺得 我現在500去搶個這個 那個那個位置大概在560 大概560 我這邊520我去搶個560 40塊的空間 那 但是你冒的風險有多大 這個是你要去評量的 我們剛剛是不是談了 這個多方區是結束之後反轉的特性 那我們再看比較大的範圍 好 如果我們剛剛用這個大力光 用旺海做例子了 好 如果說現在台積電它是不是反轉 它的確是反轉 那反轉 那最後這一段的漲勢就是一個泡沫的操展 那如果這個多頭行情結束 它這個泡沫操展還原要到哪裡 它要到350 天啊 所以你現在520你去搶一個40塊的反彈 你冒的是什麼 你冒的是200塊的風險 風險太大了 這個有這個必要嗎 我想沒有這個必要 好 那如果說這個泡沫還原它到那裡 那接下來會不會到385就開始往上轉起來 如果接下來基本面轉差呢 我想基本面是會轉差 因為 呃 今年底這個市場的利率一定會超過3% 現在時間期公佈在這裡已經見到3%了 那明年呢 明年通膨持續啊 明年FED的這個 呃利率的目標要 到這個所謂的合理的利率 什麼叫合理利率 就是貼近於通膨率 我們知道現在美國核心通膨率已經超過6%了 是 所以那它如果要到合理的利率水準 它會超過5% 哇 那你要想的是 明年台積電要怎麼讓它的股息值利率達到5% 很難吧 就跌啊 哦 對 你跌下來幾滴才會上去啊 所以那現在我建議大家不要去摸那個底啦 你搶個2-30塊的一個反彈空間幹什麼 你可能冒的是兩三百元的一個風險 我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那慢慢的大家看到基本面轉差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在台積電高檔就跟大家談到 整個晶圓代工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包括美國包括中國 他們慢慢的會把他們晶片製造拿回去自己做 因為它關係到整個軍備競賽 好軍備安全的一個問題 那既然各個國家都要 呃考慮到一個安全性 好這個所謂國防安全性 都要把晶片拿回去自己做 也就是代表台積電 未來別的國家的代工的訂單會持續的下降 所以在基本面我想未來轉差的一個方向跟速度都會很明顯 好這是台積電部分 那老師我們再看到這個2303成熟製程的聯電 聯電昨天法說也是釋出了利多嘛 不過聯電呢 畢竟是做成熟製程不能跟現金製程比啦 所以它股價呢修正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它最近真的也跌太多了吧 呃對我想在一個空方趨勢 它不可能一直跌都不反彈 沒有這種這種走勢 就像在多頭的時候也不能一直漲都不拉回嘛 所以呢短線上因為它既然有利多呢 又跌這麼深 今天就有比較大幅的反彈 但是我想趁這個反彈 應該是要去賣股票 而不是看到它 噢這個今天漲了去看到利多去追 好因為它在之前的大量區域 我藍色框畫的好 那那個位置呢 上方層層的套牢壓力 是好那如果說短線反彈 接近拉到那個位置 它就是一個賣點 因為它的趨勢不會反轉 好那我們再從比較大的格局來看 就是我剛剛談到 一個多方走勢 一個多方行情結束之後 它第一個階段是要做泡沫 操漲泡沫的還原 那所以在剛剛才會帶大力光 帶這個萬海的例子 好給大家看 好接下來台積電 聯電啊聯發科 通通都會走這種模式 好現在就是一個操漲泡沫的還原 好那你看它的還原的位置 是在哪裡 現在在哪裡 你難道不用利用它反彈去做賣出嗎 你要去搶個5塊錢的反彈幅度 你可能冒的是 15塊20塊的一個風險 我想這個是划不來 好那如果說 我們看一下在基本面的狀況 聯電要怎麼去轉強 基本要怎麼轉強 我認為很難 好因為現在美國在福祉英特爾 好那像中心也在 中國也在福祉中心 他們慢慢的晶片會拿回去自製 所以你看到台積電這個法說會 好法說會 第一季的法說會 雖然它數字很好 但是它談到第二季 有可能是持平 或是微幅成長的2% 主要成長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成熟製程的增長 那也就代表的是 台積電在先進製程 這個訂單已經拿不到了 已經開始下滑 所以它去補足訂單 成熟這個先進製程 訂單下滑的部分 它去搶這些成熟製程的訂單 去補它的一個營收的下滑 那台積電現在都已經回過頭來 搶這些成熟製程 再加上英特爾 再加上中心半導體 那接下來 不管是這個聯電 不管是離機電 不管是世界先進 其實他們受到的衝擊會最大 受到衝擊會最大 那就基本面來看 如果說聯電這個 第一階段的一個泡沫還原之後 那接下來如果基本面再轉叉呢 有可能接下來 來到還原之後 震盪過後 它還要去反應 基本面還要再往下 所以它往下的空間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你就不要在這個階段 在空方的趨勢的過程 要去搶一個底 而是搶一個反彈 搶一個反彈 你能搶多少空間 如果搶錯了呢 如果它還沒有止跌呢 那你冒的風景有多大 我想這個都是 必須要提醒大家去做思考 是好老師 那我們講這個是晶圓代工的部分 那如果IC世界龍頭聯發科 我看到昨天聯發科股價 是來到797最低 比去年的低點還要低 那現在也代表說 其實聯發科本益比也大修了一波 那它到底會跌到什麼時候 這聯發科本益比真的很低 昨天下午得法 所以我第一季的獲利又創新高 毛利率盈利又創新高 所以今天有一個比較大幅的反彈 那就像在之前它公告3月營收 它也是很高 大幅創下歷史新高 但是怎麼樣 那就彈個兩天 大概兩天又往下破底了 好那今天反映這個 昨天下午法輸的利多 會不會又只彈個一兩天 我想這個機率很高 因為今天這麼大利多呢 它還是只漲個5%就漲不動 還是有人一直在賣 一直在賣 所以你要去留意就是 我們從基數面來看 就短期來看 它的大量區在哪裡 藍色的框畫起來這個地方 所以短線這樣反彈上來 我想那個875那個壓力就會很大 好所以如果來到那裡 我是建議大家 有的還是要去賣 那如果說你想要去搶反彈 剛好你昨天有去賭它的法輸行情 那可能你利用短期 彈到那個875那個地方 我是建議先賣唯一 好那你套牢的也是要尋求去賣出 因為那個大量區它就是一個大量反彈 如果是它是一個多頭啦 好不會在那邊那麼大的承接量之後又往下破嘛 那既然那麼大的承接量又往下破 它就是套牢量嘛 那彈起來呢 彈起來如果量不夠去接手 那壓力就是還在 好我們再用比較大的格局來看 就是說 剛剛談到了一個多方的趨勢結束之後 第一個階段就是要進行泡沫的還原 好以現在聯發科離它泡沫還原那個腰斬的股價空間還不小 你在這裡去搶個反彈 你可能就搶在半三樣 好可能就搶在半三樣 好那當然聯發科現在基本面還沒有太大的疑慮 但是未來來看 因為通膨持續的高漲 它持續壓力到消費 大陸手機現在需求也大量的一個往下降 大幅的往下降 所以手機晶片它也這個需求也在往下滑了 所以聯發科現在他說我用5G晶片來補 但5G晶片能夠補多少 我想如果說整個行情 這個半導體的趨勢是這個樣子 下游的需求一直在減弱的話 這個壓力會越來越大 尤其是它第二季已經開始在手機晶片 已經開始大幅的在降價在搶市 它為什麼要降價搶市 就是代表的是其實市況已經不好了 所以我必須要去降價 去跟高通搶 去跟中國的手機晶片廠去搶這個市場 那如果說整個產業已經進入到降價去搶市 那也就代表了未來的市況 它只會越來越慘 所以我跟大家談到 可能大家會認為最近半導體跌得很慘 的確跌得很慘 跌得很慘 只是代表產業景氣的一個反轉 那這個階段你就是要你想要去摸底 或許短線上可以讓你抓到一些反彈空間 萬一摸錯呢 你就是買在半三樣 那比較好的做法就是 如果說你有的利用每一次的反彈 去做一個賣出 因為你不賣 反彈結束 它會再往下跌 會再破底 搶反彈我是個人是比較不建議 那老師你剛剛講說 這個台積電現在也是有擴大成熟製程 那它先進製程是未來你覺得很不看好嗎 先進製程就是5奈米以下 那你5奈米以下 能夠掌握的一個市場的份額 它就有限 包括高階製程 Intel已經可以拿了 現在接下來可能到明年 這個中心半導體高階製程 就是7奈米以上的 他們的訂單也都可以自己做了 所以你能掌握的 就是5奈米以下的訂單 那這些訂單 如果你只靠這些訂單 你要維持目前的營運規模 是不太可能 是不夠的 是好 非常謝謝老師精采的解析 謝謝 好觀眾朋友們 今天老師跟我們聊這個主題 是我們這個半導體巨頭三雄 到底落敵的沒有 那剛剛老師已經解釋的很清楚了 景氣已經有反轉的一個現象了 那如果你還有相關的問題 記得可以掃一下 我們蕭老師的Light 老師的Light在蕭小老鼠 GOD558掃了之後呢 有任何問題老師都會親自回答你 最後一樣喜歡我節目內容朋友 歡迎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來自拍購的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